1月9日,左小青在社交平台筛出了一段和女儿一起拍摄的视频 两人的状态引发热议 当天露面的左小青穿着十分休闲 还戴着一顶帽子 她的女儿也打扮得很随意 穿着一件扎染卫衣亮相 头发也略显凌乱 不过看上去却格外有活力 视频中,母女两人跟随音乐变换着动作 看上去十分搞怪 当镜头拉近时发现 如今44岁的左小青状态依然非常不错 皮肤细腻光滑 几乎看不见一丝皱纹,五官也极其精致 左小青的女儿继承了妈妈的美貌 虽然只有11岁 但是在面对镜头是显得十分自如 丝毫不怯场 母女俩身体紧贴的画面看上去很是温馨甜蜜 看到这一幕 网友们也在评论区夸奖着母女俩的状态 有人表示左小青和女儿像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还有人认为左小青的女儿长得有点像陈道明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左小青私宅的内景 并不像其他明星的房子那样豪华 左小青的私宅装修十分简单 各种家具也都很普通 甚至显得有些成就 女儿长大后 左小青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女儿 前段时间母女两人还去滑雪了 在发文时 左小青表示自己的滑雪技术被女儿嫌弃了 的确 画面中左小青滑雪时显得十分紧张 但即便如此小心却还是意外摔倒了 而她的女儿则厉害多了 滑雪技术非常娴熟 很是专业 看得出来是一个胆子大爱冒险的女孩 在晒视频时 左小青还券出了女儿的社交账号 11岁的她 经常在社交平台发布自拍视频 和在妈妈镜头下的她完全不一样 虽然年纪还小 但视频中的她却显得格外有气质 长发飘飘的模样漂亮极了 此前 左小青在嫁给圈外富商后 渐渐淡出了娱乐圈 很多人都为她感到可惜 好在离婚后的她 再次回到了大众视野 如今虽然年近半百 但状态依然非常不错 一直以来 左小青的感情生活都受到了无数网友的关注 曾经的她和陈道明以及孙红雷都传出过绯闻 但谁也没想到 最后她会嫁给比自己大20岁的富商 离婚后 左小青的感情状态成了一个谜 不过在去年5月份时 左小青和郭嘉明深夜聚餐被拍 举止十分亲密 被外界猜测正在谈恋爱 但两人因为回应此事 后来便不了了之了 无论左小青的感情状态如何 看到她能和女儿生活的如此幸福 很多粉丝也都表示欣慰 希望母女二人能够一直保持如此状态生活下去吧 警号 左小青 警号 警号 左小青女儿 警号 警号 左小青感情状态 警号 作者 HKK则编 小崇山